然後去造其他的惡意 好,比如說,那他實際他在人事件他做了什麼事?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曾經是人生過嗎?對不對? 對 好,那他在人事件他做了什麼事? 眾生說,在世的時候,就是有一個不孝兒子 在眾生是不孝兒子 喜歡享受吃美味 然後美味都一定是要獻殺的 哦,要獻殺,要新鮮的 所以常常叫他 去用這些眾生來給他享用 那還有呢? 那他成為豬,他有沒有什麼身體不舒服的 對,有像那隻蛇一樣那種 有蟲在咬 鳞片有蟲這樣子 那他的呢? 我要先上的毛 是 仔細看是真的,不是毛 毛怎麼樣? 他那個 毛類是那種黑色的 應該是鐵針吧 鐵針 毛是鐵針 對啊 然後呢? 然後全身就扎滿他全身來 哦,所以很像針扎在身上的感覺 對對對 他那個毛 對 長在身上,可是好像 就是他感覺他是 增長在他身上 對對對 哦 好 還有呢? 那他也是要跟那個阿婆一樣嗎? 這邊畜生到完之後也要進地獄 然後 再淪為畜生 投胎為畜生 因為 他在世 所造的殺生 是屬於 隨喜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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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並不是說 因為自己要享用 要享福 而去殘殺那些眾生 是叫別人去殺就對了 嗯 就是為了要滿足他那個 不孝兒子的口腹之欲 好 然後對 對他兒子太過於 溺愛 哦 他是溺愛他兒子就對了 哦 然後就支持別人去殺 新鮮的食物給他的兒子吃 對 哦 那他有享用到嗎? 所以他的溺愛叫溺愛 他的溺愛 他的溺愛變成溺愛 就對了 哦 他說 他說 就是因為這樣魚吃的溺愛 所以 才會在出生道做豬 嗯 嗯 那他有在人世間造了什麼業嗎? 除了這些之外 他沒有 嗯 嗯 嗯 好 來 你看這個 這支 這支花 是從去月室的 之前有進境遇 我沒有上傳到網站上 可以上去看 就是他 嗯 就是他 對 才上去傳 一個禮拜 老婆在阿雷四 像人家借錢不還 嗯 對 就故意惡意拖欠嘛 惡意倒債就對了 對 那 他就是不不不還啦 但是 沒有做什麼 對人家的人生傷害的事吧 所以他應該罪法會比那個阿婆輕一點吧 少很多 少很多 好 那他也是出生到完之後還要進地獄嗎 出生到之後他會轉生 在他雷四 的債主家裡 變人嗎還是動物 變人 變人喔 會做人家傭人 來還他 之前所欠的罩 他會轉世成為人家家裡的用人喔 對 可是我有個疑問喔 現在這個社會來講的話 會變成 會變成人家家裡的當用人的應該不多了吧 不像古代時候這樣子 大戶大家的 就有可能一輩子都是奴婢啊這樣 除非可能別的國家就有可能 以我們台灣來講應該不太可能 這些眾生都是 南散布州 中華民國這邊的嗎 還是有其他國家的 其他民主的 對還有其他各地的眾生 所以他有可能 所以他成為人家的奴婢的話 他有可能去別的國家別的民主囉 就不可能是在台灣這邊了對不對 激共產市是說 他會 投生到印度去 印度喔 印度就有可能 印度就有可能 所以就會去變成那邊的 做人家的奴婢就對了 去還這個債 欠債不還的 就會有這種夜報 還是怪怪的嗎 還有嗎 誰請問一下事情 是倒展 可以請倒展吧